故事发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又一级凶杀案 受害者的尸体是在一处工地发现的 作案手法跟之前十几起的谋杀案一样 都是遭到毁容 无法辨认 还被砍去双手 无法踢取DNA 也就无法确认受害者身份 这让局长一筹莫展 因为从1983年至今20多年了 一直没有抓到凶手 上级要求现期破案 消除民众恐慌 不得已 他只好请来了FBI探员安娜协谷办案 安娜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本来局长让手下整理好材料 迎接她的到来 哪知她却独自跑到了案发现场 在黑夜里直接躺在了受害人被埋葬的坟坑里 她在苦思冥想 凶手的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 正在她静静思考时 局长带着两个手下感恩 因为她了解安娜的办案风格 按照安娜的说法 凶手是有预谋的 坟坑四边都很平整 而且比例也很精确 刚好比受害人的身高大了一英寸 安娜猜测凶手跟踪过受害者很多天 熟悉她的生活习惯和下的手 至于凶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暂时还不清楚 随后 她还来到验尸房亲自查验了死者的尸体 安娜真是个尸大尸的工作坊 睡觉时也把受害者的照片贴在天花板上 吃饭时亦是这样 生怕灵感来了会遗漏任何细节 可是 此案还没理出头绪 就又发生了谋杀案 还是一样的作案手段 不过让人庆幸的是 这次有了目击者 而现在这个人就在警局里 此人是个画家 说当时目击了杀人事件 可由于晚上灯光昏暗 并没有看清行凶者的面容 同事在询问其他问题时 画家显得有些紧张 语无伦次 安娜看着被问话的画家 觉得有些蹊跷 于是就决定亲自审问 安娜观察得很仔细 根据之前工地上死者的勒痕 她大概率确定 凶手是个左撇子 而画家则是用的右手绘画和点眼 安娜还故意把凶手使用过的角锁 丢在地上试探画家 没想到画家看到后吓了一跳 如果是变态杀手的话 肯定没什么反应 再者 安娜把以往的案件资料 留在审讯室里 自己借口离开 看看画家会不会翻看这些东西 如果她真的是杀人犯 一定会好奇的去翻看 结果 这三点没有一个对得上 画家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排除了嫌疑 随后 安娜来到凶案现场 她依旧想不通凶手为何如此 你说凶手故意留下线索吧 可是看不出任何挑衅的成分 警探认为凶手是丧心病狂 故以为之 可还是无法解释凶手的内心想法 毕竟所有事情有因才有果 此日 安娜他们终于搞清楚了工地上死者的身份 她是一个潜水员 其姐姐在几周前就报了警 但是 她的信用卡在这一段时间一直被人使用 不过 也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潜水员独自一人居住 几人正在吃饭时又传来了好消息 之前画家画的凶手找到了 住在河边的一家旅店 说话间 他们就找了过来 这是一间封闭的客房 里面摆满了化学品 安娜来到里间 只听浴室里有水声却不见人影 桌子上摆放着发了眉的残羹冷制 在仔细的搜索下 安娜发现天花板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先是从上面摸出一个纸袋子 在里面发现一根手指 戒指上写着克拉克的名字 正在大家疑惑时 一具尸体又突然掉了下来 此人在航班上打零工 信用卡昨天还被人刷过 安娜立即让人追踪这张卡 还让警察封锁消息 凶手既然想牵着大家的鼻子走 那干脆就不做回应 这样一来 凶手一着急 便会露出破绽 晚上 安娜在咖啡馆偶遇画家 画家便邀请她参加自己 将在不久后举行的画展 此日搭档又有了更多的线索 在克拉克租住旅馆期间 曾经给一个老太婆 打过20通电话 安娜根据这条线索 来到老太婆的家里 老太婆丧夫 独自居住 安娜还了解到 她曾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她一直偏爱大儿子多一点 这让小儿子马丁有点失落 可是天又不测风云 在14岁那年 大儿子落水身亡 据说是为了救弟弟马丁才死的 马丁本以为 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母爱 哪知却适得其反 两年后痛苦不堪的马丁 选择离家出走 16岁的他不知该往何处 就四处漂泊 在路上认识了一个 和他年纪相仿的小伙子 同是天涯沦落人 所以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谁知 他们乘坐的公交车 在半路抛锚 不得已两人只好 租了一辆车继续前行 要说今儿个还真是可够倒霉的 他们租的车也再次爬窝 马丁站在一边 小伙子在旁边换着轮胎 此时远处有一辆车驶来 看似人畜无害的马丁 却突然变了一副罪恋 当对面的汽车开过来时 马丁一脚踹倒小伙子 一场车祸就这样完美上路 车子在空中来了个旋转 司机当场便领了河饭 小伙子也躺在地上奸奸一息 马丁慢慢走过去 摸起一块石头 就砸烂了小伙子的脑袋 随后拿着小伙子的全部夹挡消失了 没过几天 母亲便接到马丁出车祸死亡的消息 其实没有人知道死的人并不是马丁 时间一晃 竟意外碰到了马丁 虽然她的样子已经变了 但是她的那双眼睛当母亲的永远忘不了 其实马丁也认出了自己的母亲 只是没有说话 母亲下船后连忙报了警 可是警察却没有太在意 直到安娜找上门才知道了这一切 细心的安娜还发现了这里有一件密室 不过现在首要的任务是确定 马丁到底有没有死 因为那个未曾谋面的马丁 现在嫌疑最大 于是安娜便开始下令开棺验尸 果然发现棺材里的人并不是马丁 根据其母亲的交代 小时候的马丁 左绕骨出现过骨折 而这具尸体的左绕骨 完好无损 看到这里 安娜不仅后背发凉 她立即要求把马丁的母亲 转移保护起来 因为母亲撞破了马丁的死 她很有可能回来报复 安娜也趁着老太太没在家 悄悄溜紧她的房子 来到地下密室 这里显然已经被废弃了很久 可是不论怎么看 这里都更像是一个囚禁室 这里看到的火柴小儿 在之前克拉克的房间也见到过 似乎可以证明 马丁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安娜躺在一旁的床上 开始揣摩凶手的杀人心理 突然这时 从床底伸出一只大手 直接将他扔了出去 安娜还没来得及反应 那人便利索地逃走了 自然也就没有看清此人的面目 不过安娜可以肯定 凶手是马丁无疑 随后安娜在家洗澡时 意外发现了凶手的作案规律 凶手在作案后 开始伪造自己的死 然后以受害者的身份 生活着 在这么多年不间断的谋杀案中 经过分析 大多数案件都是同样的作案手法 而且随着年龄的递增 凶手也在寻找着相仿的人下手 显然凶手有心理疾病 最起码他厌恶现在的自己 好巧不巧也就在这时 画家报警自己的画室遭窃 安娜在寻找线索时 意外发现画家的便条上 写着克拉克的名字 克拉克是画家的一个重要买主 可是他已经死了 看来凶手是盯上了画家 凶手这边 伪造成克拉克要求和画家见面 警方为了抓住凶手 已经在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两人约在一家酒吧见面 随后 画家按照指示来到卫生间 可是等了两个小时 也不见凶手现身 看来凶手早就已经知道 这是一个陷阱 不过在这个时候 安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她要求退出这个调查小组 原因是 在和画家的不断接触中 产生了暧昧之行 她知道 任由这样发展下去 会影响自己对案情的判断 可是局长却不同意 毕竟还没有真正抓到凶手 在局长的一再恳求下 无奈的安娜只好留了下来 很快到了画家举办画展的日子 安娜带着几个同事 隐藏在人群中 只等凶手现身 凶手刚出现 就发现了不对劲 一个箭步跳到了窗外 安娜紧随起后 可由于街道上人群太多 在一番追逐之后 还是让凶手跑了 既然已经打草惊蛇 画家住的地方 也就不再安全 最好的办法就是 画家暂时搬离这里 可就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凶手还是找上了门 房间里两个人正在撕打 而楼下的警察却毫无察觉 直到最后 越来越大声的争吵 才引起警察的注意 警察刚走上去 房间里便传来几声枪响 正好安娜也赶了过来 跑上楼发现同事 已经倒在血泊里 而凶手带着画家 从后门溜走 安娜赶紧向局长 报告了这里的情况 在听到楼下汽车的声响后 安娜也追了出去 随后两辆车 在大街上展开追逐 很明显可以看到 是凶手挟持了画家 最后在一顿慌乱的操作中 画家的车撞上了路面施工手 凶手当场的狂 而画家仅是擦脱了脸皮 案件侦破 安娜和画家的感情 也来到最高点 没有了顾虑的两人 陷入了疯狂的缠绵 然而事情因为 马丁母亲的现身 出现重大反转 画家来到医院缝合上口 安娜则陪着马丁母亲前来掩饰 当母亲看到凶手的第一眼 就否认了此人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马丁的眼神 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不禁让安娜陷入了深思 老太太走进电梯 安娜还没有来得及追问 就已经关上了门 谁知这时身后一个声音 吓了老太太一跳 原来画家就是自己的儿子马丁 看到电梯下行 安娜也着急地向楼下跑去 这时马丁开始了 发泄自己的怨恨 他恨母亲偏爱自己的哥哥 他更恨自己的哥哥死了 母亲依然无视自己的存在 在极度的变态心理下 马丁生母亲 这一切刚好被赶下来的安娜 看得一清二楚 安娜双腿发软 瘫坐在地上 他实在不敢想象 自己一个警探 竟然和真凶谈起了恋爱 更可恨的是 他还占有了自己 无处宣泄的他 只好回到家里 疯狂地擦拭身体 他想把关于马丁的一切 都擦除掉 而这边的马丁 竟得意洋洋地 又锁定了一个目标 坐上他乡的列车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发生了这样离谱的事 总要有人背锅 安娜自此变成了无业游民 所谓无关一山清 安娜回到老家 过起了平静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 她的肚子也慢慢大了起来 很显然安娜怀孕了 并且是马丁的孩子 这天安娜正在收拾房间 突然 马丁不合适宜地出现了 这把安娜吓了一大跳 他本能去摸桌子下面的枪 没想到早已被马丁收了起来 原来马丁一直在监视着安娜 他知道安娜怀孕后 就想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当听到怀的是双胞胎时 马丁开始爆发了 最后还用剪刀刺向了胎儿 看到马丁发狂的样子 安娜二话不说 就直接拔出剪刀 刺中了马丁的心脏 看着马丁缓缓倒下 安娜终于松了口气 最后说道 你想看到的 正是我所想让你看到的 随后拨通了局长的电话 影片的名字叫激动杀人 男主就是一个典型的模仿者 不断寻找新的人际关系 新的社会角色 但随着时间的积累 他必然会抛弃现有身份 地位 人际关系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这样的男性 即使不是杀手 也是一个人渣 借壳生存的人 是最软弱 又是最阴暗的 磊落地活出自己 在一小佐人的心中 难上加难 人是群居动物 不逃避 即伤害的思想很危险 早点出壳 早点解脱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